今天的这个天气只有8摄氏度 非常冷 可是再冷的天气 也挡不住我们中华统一村英党 捍卫队的参政联系 以前人家都说 这个民进党去投票的时候 无论刮风下雨 他们都会毅然决然的去投票 这个就是党性 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这个理念 那我们中华统一村英党的捍卫队也是一样 除非天上下刀子 下冰雹 这个落石头 否则的话 你小林政府也挡不住我们 毅然决然的 这个参政联系 以及我们从这个天气变好了以后 可能我们以后就是说每天 就是在各个这个候选人的选区 然后呢就是进行即兴的街头行为艺术的表演 那请大家就是说 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中华统一村英党 捍卫队参政延西营的各个活动 那么我们今天就有请我们的主讲人 我们汉文队的队长李承宏李队长 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有点冷 但是没有关系 再怎么冷 我们还是要上街头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观念传递出去 那这一次呢 我们看一下那个互联会 互联会 我指的是中国国民党的互联会 互联会的财产很多 所以呢 就引起了民进党 他们内部的拘予 他们要这些钱干什么 他们表面上讲得很好听 希望那个互联会呢 他把财产坚出九成交给民进党的作业基金 他并不是交给国库 他是交给民进党的作业基金 民进党的这个基金会呢 拿到的这笔钱要做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 态度 继续搞态度嘛 继续去中国化嘛 因为他们也需要机会 多少钱 三百五十亿 然后他跟互联会讲 只要你把这三百五十亿交到我们手上 你互联会就是合华的 如果你不把这三百五十亿给我们 那你就是维华 你们的钱来源就有问题 互联会的钱来源有没有问题 我敢讲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搞不清楚 那现在呢 民进党他们用的是什么手法 因为行政权在他手上 法院是民进党开的 那法院呢 就算不是民进党开的 很抱歉 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是我们民进党开的 我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 我说你维华你就维华 所以 你给钱你就合华 你不给钱你就维华 天底下 哪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法治国家可以这样搞 民进党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说你维华你就维华 他说你合华你就合华 你烧杀鲁掠 我可以说这叫转型正义 你呢安分守己呢 我说你财产来源不明 我说你维华你就维华 那民进党要抢这些钱 在做什么 去中国化 民进党有没有这个总搞台独 很抱歉不敢 但是呢 他们又想尽办法呢 在后面玩阴的 玩阴谋 玩手段 他就是 不敢明的干 来阴险的 包括对我们中华手机出境党也是一样 就是用这一种手法 掌握媒体 现在几乎我们台湾岛上的媒体呢 八九成都是在为民进党在为他们在服务 那国民党自己不争气 国民党呢那一些所谓的官二代或者他们的正二代 一心一意的出来参选 他们是在为民服务吗 他们每一个就跟民进党的官二代正二代意思是一样的 他们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 维护他们跟他们挂钩的财团也好 金主也好 就是在为他们服务 希望能够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所以呢 他们 投入选举 就有很大的资源跟敬畏 没有钱啊 也不用担心 就去找互联会要钱 就去找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产 从他们身上呢就去掠夺 抢到这个东西 做什么 抢到这个东西 就是准备下一次讲更多的 如果说我们老百姓自己 不懂得觉醒的话 那我们迟早都会变成 这个他们所谓的沮丧肉 为他们为所欲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台湾的所谓的法治 所谓的民主 早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那讲这些道理大家都懂 可是懂归懂 有没有人起来敢跟这样的政府对抗 我看当今 在台湾岛上 恐怕也只剩下中华统一出政党 还敢继续的 面对这样的恶势力 跟他们都继续持续的 这个抵抗下去 那很多政党 他们现在呢 都有点狗眼残传的意味 要不然呢就是每一个人呢 都至少门前血 反正还没有闻到我 没有关系 不会谁煮青蛙嘛 对 只要不是我 这个修理的是别人 我都当做没有看到 那那些什么名嘴啦 尤其像姚立民的这种获色 姚立民在当年 他也一样满嘴讲的是仁义道德 可是当他为了自身利益的时候 他马上翻脸不认了 他会告诉你说 我以前讲的是我看错了国民党 看错了统派 真是这样吗 还是姚立民 他呢 只是为自身的利益 他的太太 在柯文哲旁边 拿不到好处 拿不到利益的时候 他马上翻脸跟柯文哲 就从此 不相往来 然后 就眼睛看到 当今的当权者 执政者 民主进步党 就开始呢 就跟对姚文哲 抛灭言 开始说 我要去帮姚文哲助选 那你参选的目的是什么 你投入政治圈的目的是什么 你真的是在为人民服务吗 你真的是在为人民早上吗 通通不是 我想 太多的读书人 在当时孙中山 他为什么会觉得说 读书的人 有一大半 都是我们革命的阻碍 都是在妨碍革命 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呢 他在讲 和平的混斗 救中国 他希望谁出来救中国 他希望是所有老百姓都能够自发自觉的出来救中国 可是很难 今天在台湾岛上 还有几个人能够认为我们自己是中国人的 中国国民党里面 清工会的一个干部 在去年 在领书上跟我争辩 辩到最后 他辩不过我们 可是 他竟然回答我一句话 他说 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我支持中华民国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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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湾人 你凭什么 你就是指我 说我凭什么 说他是中国人 因为他不想当中国人 各位朋友 我们自己想想看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自称 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既然你自称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为什么你不是中国人 这个逻辑我实在想不懂 各位都会给我一个答案 为什么中华民国的国民不是中国人 从日俱时代 我的长辈 就告诉我们 我们是汉人 我们的祖先是长山过来的 好 我们是汉人 我们跟日本人就是不一样 日本人从日俱时代 在日本时代 他就是欺负我们台湾人 欺负我们汉人 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提到 日本就是日本 我们汉人就是汉人 不好意思 因为当时呢 我们家的祖先书都读得少 书读不多 在日俱时代呢 恐怕也没有几个人 知道有所谓的中华民国 因为当年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时候 是大清王朝 清朝还是自称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在马关条约里面 写得很清楚 是中国跟日本 协议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我再重够一次啊 是中国跟日本 协议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当时大清王朝 他还自称自己是中国 他没有自称自己是清廷 是清朝 日本人 他在骂台湾 他导的汉人 他是说你们是清国奴 你们是支那 是燃支那 但是今天 既然大家认为 中华民国 是目前的国家的名称 那你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而且还是中国国民党清空会的一位干部 讲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主张 那更不用讲了 应该在前一个多礼拜吧 我看到了一个视频 在西门町 一个准中国国民党的 市议员候选人 他在跟西门町的台湾大集队 在那里 沟通 就是说他们在沟通 在聊天 他把这个过程录下来 他跟台湾大集队 这位中国国民党的准议员 他跟台湾大集队讲 如果你们 或者我们这个台湾岛上呢 公投 公投过了 要把名称改成台湾共和国的话 当然我就抛弃中国 我也不认为台湾再也是中国的 秀朵啊 脑袋有问题啊 如果哪一天台湾岛公投 说这一条 这一个啦 不要说条啦 因为我也想到一条狗 说这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准议员 是一条狗 他绝对不是人 我不知道 我们这一位中国国民党的准议员 会不会认为 从此认为 他的确就是一条狗 而不是一个人 你是什么 你信什么 你血里面 你身体里面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这个可以用公投来改变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是汉人 我们是中国人 这个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这个东西可以用公投来改变 然后改变你不是吗 这个可以用公投决定说 在台湾所有的人 就是白种人 那从此以后 我们就通通是白种人了吗 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么会有这样脑筋出问题的人 还准备出来当准议员 那你当议员的目的是什么 随波逐流 人家说什么 你就是什么 还是你会坚持你自己的观念 坚持你自己的理念 为什么我看到台湾岛上当今 还有这一种 是我坚持的 为什么只剩下统促党 剩下中华统一促进党里面 还有这样的汉子 还有这样的阴词 女人跟男人 不要那么文章章的 为什么只有东华统促党里面 还有这样真性情的人 还在坚持我们就是中国人 需要用公投去改变这些吗 一个互联会 为什么人家民进党说你违法你们一群人下了根 跟什么 你们会妥协 你为什么不敢跟他占到底呢 人家说你违法 你去下着赶快把财产捐出去 如果未来这样的气氛成型呢 任何一个大企业 民进党说你们的财产要捐出多少 不然你这家公司违法 你就违法嘛 老百姓的钱 民主进步党 站出来说 你把你家的财产捐出来 不捐你就换罪 你就杀人化活 你就要抓去关 民主国家可以这样搞法吗 法治的社会可以这样搞吗 但是 当今啊 民进党就这样搞 然后他还告诉你说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 是个法治国家 法治在什么地方 民主在什么地方 我想北韩的金正恩啊 大概都还没有勇气这样干 可是蔡英文敢 他为什么敢 老百姓宠坏了他 如果说 你认为他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如果你们认为说 蔡英文 民进党 这一群人已经无法无天了 那要怎么办 方法很简单 连理的时候 支持我们中华统计出进党 因为我不敢说 所有中华统计出进党的 里面通通是像我这样 有胆识 可是 中华统计出进党里面 像我这样有胆识的人 比例还是比其他的政党要来的高 只要我们 到了议会 到了殿堂 我们会用我们 的人耐 去为大家阻挡 这样的氛围 跟这样的恶势力 继续下去 在议会里面 党人财路 去砍那一些不当的预算 说起来是很容易 可是做起来困难重重 你必须 敢去打 你必须去忍受别人对你的风言风语 你必须去忍受别人在后面对我们的栽赃跟抹黑 你以为那一群 专门在剥削名子名高的这些所谓正二代官二代 这一些所谓的贪官污吏 他们会因为我们中华统一书进党站出来以后呢 他们从此就会改学归正吗 不可能的 那你既然明明知道他不可能改学归正 那我们要怎么做 当头半鹤啊 不是跟他讲道理啊 以互联会的情况来讲好了 大家都知道民进党是无理取闹 你跟他讲的道理 他还是无理取闹 那个不当港产管理委员会 那一群人 包括像姚立民这样的货色 他在那里胡说八道 大家也都知道他在胡说八道 可是他这样的胡说八道 讲的是脸不红 气不喘 老子就是胡说八道 你来咬我 像姚立民的那一种嘴脸 多少人想看到他就想扁死他 就想捶他 但是你真的敢打他吗 不敢 为什么不敢 我问大家 有几个敢打他 不敢嘛 想打他的举手 我跟你讲 你看我就知道全场都举手 可是有几个敢站得出来打他了 不要骗我了啦 姚立民常常在哪出现 就那几家电视台嘛 你到他电视台楼下等着他一定会下来 要不然就是到他播音室门口 那个摄影棚 门打开就可以看到人啦 对你在他门口等他就可以扁他 你敢去吗 你要上班 对嘛大家都要上班嘛 大家都忙嘛 有没有可能去 为什么 因为会被告嘛 法院会判刑嘛 对不对 又要罚款嘛 想一想算了 继续到那胡说八道 这是人之常情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每一个人都这样想 对不对 我也没做什么事啊 光现代罚款 加一加 对于超过五六十万 还不包括民事赔偿 加起来上百万 幸好我这个人 家无很惨 对不对 再多不愁 反正 超过五十万以后 你华再多还是怎样 那没有钱怎么办 没有钱 反正判几个月 就去里面坐牢嘛 对 坐牢有吃有喝的 也不见得多差 人知道的批购就好了 在人家跟我说 坐牢呢 进去里面也要买东西 要买这个买那个 但是你如果都没买也可以 只要你批购后 你就进去 脱鞋就用以前的老同学 留下来的 脸盆刷子 牙膏 都用以前老同学 留下来的 你也可以在里面 混吃混喝 难道 我到监狱里面 我什么都没有 监狱就是把我放了说 那你干脆回家好了 我不管你了 你到里面什么都不买 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 还是会留着你在里面 对 里面的同学 一些同窗的 一些同学 说你什么都不买 棉被也不买 痰子也不买 脸盆也不买 连卫生子都用我的 我把你一脚踢出去 可能吗 他也踢不出去 你还是留在里头 所以坐牢呢 要懂得 懂得什么 必随着你的疲候 你只要赶进去里面 双手一摊 我就是什么都没有 他也还是会留你在里面 他绝对不会把你赶出去 他不像我们住那个大饭店 如果你进去跟他讲 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他不会让你进去 他还把你踢出去的 好 这就是监狱的好处 所以不要认为说到监狱里面 就一定不好 有些人 他非留你不可的时候 他也只好在里面白白的养你 好 我们刚刚讲到的 像姚立敏这样的人 他真的眼睛说下话 你耐由不了他 那怎么办 你是要让他继续说吗 让他继续做这些上尽天良的事 让他继续无耻下去 让他继续不要脸下去 久了 人家就会看出来 久了 人家就知道 民进党不比国民党高明多少 久了 大家就会发觉到 那一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 不尽喊就是可靠的 孔老公子讲啊 观其眼要查其行 你必须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 而不是听他嘴巴讲了什么 现在在台湾岛上 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参选员 挂着大海报 挂着那个环布 挂越多的 钱花的越多 钱从哪里来 中国国民党 有几位候选人 包括高雄市市长的参选人 韩国瑜 都在抱怨 抱怨什么 中国国民党呢 没有给他任何资源 他快选不下去了 韩国瑜喔 韩先生 你快选不下去了 我教你怎么选 我保证你一定选得下去 你只要天天买上个便当 早上一个 中午一个 晚上一个 带着一个麦克风 在街头 找一家人 愿意提供他家的插头 让你的麦克风 扩音器充电 光这样子 选到年底 你都可以选下去 为什么选不下去 是因为 没有人花钱让你做海报 我一宣 还是没有人让你挂环布 所以你选不下去 你选不选得下去 跟那些东西没有必然的关系 你选不选得下去 是在高雄市的市民 需不需要你 而你选上高雄市市长之后 你对高雄市的市民 你能够承诺什么 你能够做到什么 现在高雄市的市民看你 是怎么用 怎么样的眼光看你 就跟当年的柯文哲选 台北市市长 他做了很多的承诺 做了没有 做到了没有 没有 没有 因为柯文哲 他为什么光说不略 还有人相信他 因为他或许也有给一些 他的装脚好处 拿到好处的人 当然继续支持他 没有拿到好处的人 像姚立民那一种 就不支持他了 所以他的装脚分两种 一种是有拿好处的 一种是没拿到好处的 那没拿到好处的 又分两种 一种是真的什么都没拿到 一种是拿的不够多 那我坚决百分之百的相信 姚立民是那一种 拿的不够多 拿的他认为不够多 不满意 他不满意 他不是没拿 因为他老婆也当个官 而且呢还是正三品的官 不是小官 是大官 很大的一个豆腐干 豆干的干 他绝对不是豆腐乳的那一种官 不是软啪啪的 那姚立民为什么还不满意 因为他胃口大 他希望姚立民最大的希望 就是跟陈思梦一样 陈思梦有什么希望 陈思梦的希望就是 陈思梦一样 回回的当一头神猪 这个神猪的梦 不光是陈思梦的期待 也是姚立民的最爱 他们这些人想当神猪 想被人家攻破 想吃的回回胖胖的 满脸狠肉 因为姚立民没有吃到 你看他吃到现在还是两个眼睛突出来 下巴还没有掌握 所以姚立民不满意 他就跟柯文哲翻脸了 今天互联会有三百五十亿 是民进党他们心里面想的回肉 这三百五十亿 对民进党而言 有多大的好处 大家想想 高雄庆户案 将近两百亿 不翼而空 银行年代一百五十多亿 高雄市银行十几亿 这些钱 是民进党他们独吞的吗 不是 会人那么大的薰血 花了好几年的工夫 让庆户的老板 进进出出 肿头苦 不想五六次 这一笔快两百亿 还要那么多人分 这些钱分完了 还有人批评他们 还有人说他们吃相难看 也不过才两百亿 互联会三百五十亿 对不对 了不起就雷倩出来活一活 潘维刚出来这个主张宣战 那雷倩呢 就希望呢 跟民进党 跟这个执政者呢 保持良好关系 那看不懂的人 就会觉得说 嗯 他们是不是在唱双谎 不管啊 到底是唱双谎也好 或者是在唱双谎 反正 就是这三百五十亿 拿出来 大家分一分 哈 这个怀逼其罪 钱分掉了 就没事 分给谁 分给云进党的主义基金 还不是交给国库啊 那为什么 所谓的转型正义 这笔钱 如果真的是来源不明 那也应该交给政府啊 为什么变成交给民进党的作业基金 由他们在不经过立法院 不经过任何民意代表的监督情况下 他们可以动用这笔钱 在民进党的作业基金里面 他们不需要经过任何立法委员的监督 跟审核 他们可以自行动用这笔钱 那这样是转型正义 还是呢 占地为王 这一条路 你互联会要走 留下买路前 够清楚了吧 留下买路前 民进党是要开怎么样的一条路 是为了开台湾民主法治的大业 这一条路呢 还是去建构另外一个 让他们足以贪污的道路 当然是贪污 在议会里面 在议事殿堂里面 编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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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一个政府 官员 主计会计士 他们要做的事 但是呢 编预预算 也往往预算 也往往预算 形成了贪污的温床 那这些预算 谁来主打 如果说在议会里面 太多的公职人员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独特的领域 他们分赃的一部分 那我请问各位 这笔预算 谁来打 谁都不混打 因为你是你的 我吃我的 你混到你的 我混到我的 他们彼此还会互相掩护 就像庆户案 庆户案里面 这两百亿 国民党的某些成员 难道在庆户案里面 你们没拿到好处吗 这些银行年代的 这几位银行的高层 在庆户案里面 你们没拿到好处吗 更不用讲民进党 民进党的党员 民进党的高层 你们在庆户案里面 你们没拿到好处吗 喜任 燃力变化的总统府里面 这些总统府的要员 没拿到好处吗 高雄市银行11亿 高雄市政府的主管单位 主管的长官 你们没拿到好处吗 如果这些钱是单一一个人 把好处拿走了 这件事情 早就一清二楚 为什么 他会变成众使之敌 大家都会指得他说 你这个不要脸的难过 你为什么这样贪污舞弊 把老百姓的名字名高 占为己有 自己毒死 可是如果当这样的一笔两百亿 列雷建庆户案 国建国造的一个大的谎言下 那样的一个计划 钱不见了 两百亿喔 两百亿喔 哪些人问什么 如果是一群人 把他问掉了 我请问 找谁 你找我 我推他 你找他 他又推另外一个 推来推去跟打太极钱一样 就跟当年的乙清风命案一样 就跟当年的拉法业建采购案一样 到最后 不了了之 到最后 找不到一个市主 找不到 到底是谁把这笔钱 给A掉 给吞掉 未来 互联会的三百五十亿 恐怕这笔钱跑到了作业基金以后 到时候又被亏空了 这一次联金改革就好了 联金改革 在前一阵子 他们拿去做什么 做炒去买股票 买了一些股票 最后股票变成了币子 贴在墙壁上 没用啦 公司也倒闭了 为什么不去追究 买股票 是谁下令 买那一种贴壁子的股票 动不动 又是几百亿 几千亿 不见了 钱到哪里去了 有结果吗 没有 当年 当年 为什么要二次金改 陈水扁为什么要二次金改 因为不金改不行 银行的呆账上千亿 上千亿的这笔大缺口怎么补 银行呢 连缴营业税 营业税从百分之五 降到百分之二 3% 银行连缴营业税 那税收不就减少了 税收不足的 谁负责 全民分摊 对不对 不是全民分摊吗 来补足银行亏空的呆账余额 甚至有些银行呢 要倒闭 怎么办 二次金改 让一些银行合并 让那些要倒闭的银行呢 喔 的 债务呢 移转到全民一起分摊 钱 又是谁来负责 又是老百姓负责 这样几次 一次又一次 喔 这样的一直延续下来 一直这样恶性循环下来 我请问各位 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后 三十年前跟三十年后 我们的薪水怎么涨 你要说 我的薪水为什么不能涨 你当然不能涨啦 政府亏空那么多钱 你涨了薪水 潜水库 为什么不让你涨薪水 因为你涨的那一部分呢 就必须去弥补银行的亏损 国家的亏损 政府的亏损 要弥补那些贪官污吏 搞下的这么多的窟窿 所以我们只好怎样 继续二十二K 我们只好怎样 冻结你的薪水 那冻结你的薪水以后 我们的经济就发展啦 不行 贪污的人还继续要贪污 要搞钱的人还继续要搞钱 因为不搞钱 那还有谁要当官 那如果不搞钱 这些官二代正二代 当民意代表 哪还有乐趣可原 对不对 你叫他吃便当 韩国语就跳出来讲啦 我没有子弹 你叫我怎么选 他旁边的那一群装脚 都要吃吃喝喝 没有钱没有资源 你叫他如何选下去 很抱歉 说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中华种义处进场 与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只要有个扩音器 能够背在身上 我们的摩托车后面 只要能够插两根旗杆 我们只要有一个破箱子 能够摆在地上 让我站起来 稍微比人家高一点 我们就可以在街头集信演讲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观念 把我们的理念 宣传给大家知道 在台北市的社区邻里公园里面 未来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身影 一步一脚印 这一句是老生常谈 但是一步一脚印是靠做的 不是靠谈的 是必须靠做出来的人家看 我请问各位 以这样的选举 以这样的坚持 需要什么机会 需要去搞一个电视台 搞一家报社 才能过宣传吗 你做了什么 老百姓看在眼里 你为人民服务了什么 老百姓人民心里就知道 不需要在那里铺之磨混 也不需要在那个地方自如吹嘘 没有用 当你什么都不做 你可以告诉人家 你是天下第一 但是门一打开 你不要吹了风就着凉了 事实 社会的现实面 是很 很残酷的 它并不是说 你这自以为自己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当你到了议会 你面对台山到海的那一些贪官 那一些想挖名子名高的那些公职人员 我 能 会静静的看你 有多少的勇气 敢去面对 不要到时候 人一关 然后一群人呢 到时候 站出来说 我们退席抗议 你抗议什么 你退席个屁 你连挡都不挡 你就退光了 你退光了 不就让人家通过了吗 就好像大洪水来了 你最起码足够提防 挡住那洪水 你最起码要累一些沙包 挡住洪水的器物 结果你把沙包一拆 你把提防一拆 说我退席抗议 让洪水如露无人之境 让洪灾蔓延整个社会 然后你告诉我 你尽心了 你尽力了 你尽力在什么地方 党都不党 退席抗议 你是在党啊 还是你是在跟别人一起混账 退席抗议的 少来玩这一套 哪一次退席抗议之前 你们不是开个小房间 在里面写戏本 待会儿 我们几个退席抗议 你们几个表演什么 我们表演什么 然后我们站在那里 铺在桌子上 铺在麦克风上 跟你抢一抢 最后抢不过你 我们全部退席抗议 你抢不过不会打他 你抢不过他你不会打他 暴力 一个被十个打 是十个人暴力 还是一个人暴力 胡说 我第一次在议会的时候 一个被十个民进党市议员打 结果人家说我暴力 他们十个是对的 莫名其妙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人呢 指责自己人暴力 不会被另外十个打 因为 对 责备贤者 他骂自己人 叫大一灭亲 骂别人 会被别人打 所以他不敢去骂民进党 专门骂自己人 窝浪会啊 会晤啊 二十几年来 为什么统派的成员 蓝营的成员 节节败退 一群会晤 一群窝浪会 然后 会晤还不承认自己是会晤 才是天下最大的悲哀 好啦 有没有其他的 麻烦你了 我讲一讲口渴了 因为我们队长啊 这段时间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然后呢 我们队长呢 也有好多这个队员呢 也都感冒了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冷 大家要记得啊 多穿一点衣服 就像刚才我们队长讲的啊 说大话的人啊太多了 因为说大话 不怕这个舌头散了 但是一推门呢 一不小心可能就散到腰 所以说呢 也散不了舌头嘛 就说大话的人就是比较多 那我接着我们那个队长刚才讲的那个 呃 关于复联会这件事情 民进党的博道委员会 这个东厂 这个警总 拿了 跟后来的这个 呃 复联会的主委 呃 某位雷姓的主委 签了一个密约 就说 我 同意把90%的这个钱 捐给 捐给这个 捐给这个 啊 捐出来 就是到你民进党的各个这个 相应的 呃 财团或者是基金会 或者是一些组织 那么 你就是一个合法的政党 合法的组织 啊 然后呢 呃 复联会的 后来是潘维刚 啊 出手 啊 不同意这样子的处置方式 那么不断会 一个小时 就通过 复联会 是民进党的赴随组织 既然 我明的抢你家的钱 抢不到我的口袋里来 那不好意思 我就 把它 给 按堂下来 那 当时呢 他签了这个密约以后 还拿这个密约去找 中国团 还去找 金国先生的 基金会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要都比 照办理的话 那你们通通是合法的 如果你不比照办理 你们通通都是违法的 通通都是国民党的 付随组织 讲到这个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认真就输了一半了 不过来讲 跟这个民进党 去辩这个东西 没有用 因为他就是一个 不讲理的 一个政党 你说他是个政党 他不如他说 他是个黑社会组织 穿着合法外衣的 黑社会 好 中华民国 是国民党创立的 中华民国的军队 叫国军 包括 当时 他从大陆搜刮来的 那黄金 那是不是都是 国民党的 党产 是不是 都是 国民党的 付随组织 連 民进党 你们当时 叫夜奔敌营 去民 去国民党 没钱了 去国民党 找寻 这个益柱资金 今天的这个 民进党 当时呢 吸了国民党的 这个奶水 啊 长大了 不是 翅膀硬了 他不是 翅膀硬了哈 他没有翅膀 因为翅膀是个 这个 软骨头的 抱过来 再去修理 国民党 跟民进党 要讲道理啊 那就是 与 这个对牛 弹琴 与虎毛皮 他没有什么道理 可以弹的 也就是说 你今天 受我者昌 逆我者亡 只要你 听乖乖的听我的话 一切都好商量 啊 我就是需要一些 随时可以拉过来修理的 跳梁小手 我就需要一些 随时可以拉过来 蹂躏的 配合我演出的 所谓的 反对的 这也就是 昨天 我有一位朋友 在微信上跟我讲说 你看 人家蓝跟绿 表面上 吵得要死 可是人家吵完了 晚上还可以一起 坐下来喝花酒 对啊 因为是吵假的啊 因为大家都 善良好的利益的分配 我吵 只是吵给 那些 电视机前面的 那些 一般的民众 那些 从来不会去思考的 被迫接受的 羌肠动物 就吵给你看了嘛 今天 蓝的跟绿的 轮流坐庄 玩了那么久 啊 把台湾的这个 前途 玩的是 暗半无光 如果 需要 我提一些数据 那么 我就讲 简单的一个 大家还记得 去年 上海 这个 台版 组织的一些 这个企业 回台湾这边来 啊 这个招生 那个 那个 开放这个 职位 八百多个职位 在华山 艺术中心那边 但是呢 来报名的 竟然超过一万多名 这说明什么 菲律宾 在二战结束以后 一直到1980年 以前 都是亚洲的 这个 第二名的经济体 可是你今天看看 菲律宾出来的 都是什么 非雍 非劳 那么菲律宾 为什么 有一些菲律出来 他们的学历 其实都是大专以上 就是高知识分子 因为他在菲律宾 经济走下坡的时候 已经就没有了舞台 他只能去相邻的 相近的国家 去找寻他继续生存下去的舞台 台湾第一波出走的 叫台商 第二波出走的叫台干 现在在出走的 就是一些大学生 毕业以后 在台湾内部 根本找不到机会 那么他就唯有去登陆 这一部分 也就变成了台劳 不要否认 如果不是 大陆的经济崛起 大陆的市场够广大 今天世界上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国家 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唯有现在民营党这个政府 就是鸵鸟的心态 不愿意 不接受 也假装看不到 大陆的崛起 跟大陆的市场 以及全世界 都融入大中华全 跟这个 中国这个 给世界上 带来30%以上的 全球GDP的 这种增长的贡献度 您可去回忆 那80年代 90年代 那个时候的辉煌 我们 这个男人常讲的一句话 就好汉不提当年用 你当年再厉害 那是当年 可是现在呢 台湾也是一样 面临着这个状况的时候 执政者 唯有 动用这种民粹式的 斗争国民党 斗争异解的方式 继续把台湾 往泡沫化 往边缘化 上面 推 在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办法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没有创造新的GDP 那他唯有 去眼睛盯着 以前的这些基金会 这些像周国团 像这个金国先生的基金会 这些有一些捐助的 我要帮你斗互 帮你的钱 从你口袋 拿到我口袋 只要转成正义 放在你口袋里就是不行 放在我口袋里 这个是人民赋予我的权利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今天中华统一孙艺党是没有装脚 也没有地方派系的 这么一个敢去跟民进党 敢去跟国民党 特别是跟民进党 这个独裁政党 这个叫板的这么一个政党 那么我们相信 在今年年底的县市议员跟县市长选举中 我们的参选人 县市议员参选人 进入议会以后 就是不如使命 因为我们没得装脚保 我们会为民众们真正做到看紧和帮 让那群人的钱不枉花 不会再让这些表面上抗议 私底下一起喝花酒的政党 在玩弄台湾的民众 好 那么 我们再请出我们的队长 李师傅 来 各位朋友 我们想想这三十年来就好了 上次 陈最扁为什么选上总统 国民党做不好嘛 他不断的批评 国民党做得多差 做得多烂 那 绿色执政品质保证 希望香水有梦最美 有梦最美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就希望香水 想说 给陈随便一次机会 想说 让绿色执政 实证一次看看 是不是品质保证 最后呢 陈随便搞了什么 汤汤啊 舞弊啊 比脏啊 比臭啊 比辣啊 如果不是陈随便那么烂 不是陈随便那么脏 不是陈随便他们的家族 那么的龌龊 马英九拿得为执政权吗 拿不回吗 因为两颗子弹 陈随便就赢了嘛 不需要做什么 就玩两颗子弹就好 台湾的国军 仓库里面 要几百万颗两颗子弹 都拿得出来啊 怎么会 拿不出两颗子弹 两颗子弹 就可以搞定了 我还要用到第三颗吗 不用 所以陈随便感觉你比什么 比烂 比肮脏 比骂臭 比漂亮 不错啊 不然你是要怎么 陈随便的人说 我屁啊 专掉啊 不然你是要怎么 不然你是要怎么 不然你夹我啊 不然你夹我啊 不然你夹你夹 不然要怎么 对啊 你能够怎样 没有办法消音 这我不需要消音 因为陈随便讲的 对啊 陈随便敢说你 不要说这一句话 阿彬啊 你敢不要说 你夹你夹你夹 你不要说 你夹我夹你夹 你夹我夹你夹我夹你夹 你夹我夹你夹你夹 你夹我夹你夹 你夹你夹你夹 对不对 所以陈随便不敢告我 因为他讲过这一句话 在哪里讲的你们知不知道 台北市政府市长市里面 他说 人水土的月 会听到 黑边獹你夹我夹我are 任水土对我是 没什么游품 我这边 tudo 要 communist 看得见到 改变动 你。。。 robot 我怎麼說的 記者齁 你一定有說多聽 所以他們不敢說 你有說多聽 你就說多聽 大家想一想 陳水蓮為什麼敢這樣做 他敢跟你比愛 因為 無所謂 為什麼無所謂 我已經當總統了 你能夠奈何得了我 搞查了 反正我總統只能當兩屆 我就一定要休息 我錢A夠了 我下次選舉我又有錢可以選 只是他沒想到 下次輪不到他 馬英九又當八年 現在換蔡英文 馬英九選了八年 他當好好先生 馬英九人不是不好啊 他的確是好好先生 可是 國民黨裡面只有一個馬英九 其他國民黨裡面的人 都不是馬英九 那國民黨裡面那些都不是馬英九的是誰 是什麼人 不好意思 都是林毅士 林毅是什麼人 林毅士就喜歡燒美金的那個人 林毅士是什麼人 林毅士呢 就是喜歡新台幣的那個人 林毅士是什麼人 林毅士是喜歡上酒店喝花酒 跟無奶人一樣的人 那國民黨這一個馬英九 有無數個林毅士 國民黨會不出問題嗎 會不 不被老百姓唾棄 不被民進黨罵慘 不被民進黨說他們貪污舞弊A錢 會嗎 會 那國民黨為什麼不在乎 他在乎什麼 他在乎錢拿的不夠多 所以國民黨跟當時陳水扁執政一樣 比爛 比爛了以後呢 就交給民進黨 然後民進黨 蔡英文拿到了 蔡英文做什麼 繼續比爛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特色就是這樣 我不爛 你也會說我爛 與其讓你說爛 我乾脆我就做得很爛給你看 給你看 你咬我 立法亞 你也不能對我怎樣 反正下次再換回國民黨 沒有關係 所以2018 2020 國民黨又充滿希望 國民黨充滿希望 是希望什麼 這次又輪到我們來A了 又輪到我們來吃吃喝喝了 反正四年以後 我們再把這個東西 交回給民進黨 國民黨在比什麼 也在比爛 從20年前 從30年前 一路下來 台灣島上的執政者 在比什麼 比爛 比什麼 比誰不要臉 比什麼 比誰比姚立民更姚立民 比什麼 比哪一個 比周一寇更周一寇 只會什麼 只會躲什麼 躲在這個衣櫃裡面 去偷窺 李秀蓮躲在 總統府裡面的衣櫃偷窺 周一寇躲在 那個誰 王毅焦 王毅焦 他們家的衣櫃偷窺 還有一個 民進黨的 蔡仁堅 蔡仁堅躲在哪 屈美鳳 躲在秦美鳳房間裡面 衣櫃裡面偷窺 這個就是台灣的政治人物 這個就是台灣的正二代 官二代 幹的事情 比大 比什麼 比誰家裡面衣櫃大 可以躲人 總統府也是在比衣櫃大 你以為 蔡仁文為什麼要發 一億多 整頓 他官邸 要重新裝修 因為那個衣櫃躲過了 要換新的 誰曉得你躲在衣櫃裡面 幹什麼 這個就是台灣的政治環境 為什麼沒有一個民意代表 敢站出來說 這筆預算不應該花 把它砍掉 蔡仁文換了幾部車子 她為什麼要換車子 她怎麼曉得那輛車子 曾經開到哪裡 幹過什麼事 所以她要換車 那為什麼沒有人去阻止說 這筆錢不應該花 那一些銀行的高層 那一些金融界的主管高層 為什麼不會站出來說 政績筆連帶案有問題 不予核准 為什麼要核准 難道她不知道這些都是在比爛的成果 比爛之後呢 拿出來的績小 拿出來的成績單嗎 知道 但是為什麼還是要拿比爛 因為你爛完了換我爛 我爛完了再換給你爛 台灣呢就是兩個 一個民進黨一個國民黨 國民黨幹完民進黨幹 民進黨幹完國民黨幹 你幹完換我幹 我幹完再給你幹 這個就是台灣的政壇 為什麼 我們人民 不能翻另外一個思考模式 你喜歡幹它 它喜歡幹你 你們兩個都別幹 找一個比你更會幹的來幹 誰來幹 中華統一促進黨 讓我們幹他們一次 對 對不對 他們兩個只會互相幹來幹去 為什麼不找一個 站出來把他們兩個一起幹掉 誰來幹 我們來幹 要幹他們兩個 沒那麼容易 他們人多是重 怎麼幹 不是退席抗議的幹 不是跟他搶麥克風 怎麼幹 怎麼幹 我們幹給你看 那個只能用做的 不能用講的 用講的幹不了 怎麼幹 用行動幹 所以 台灣的政治 為什麼停滯三四年 台灣的政治 為什麼搞到 大家的薪水沒有辦法成長 台灣的政治 為什麼搞到一籌莫展 台灣的政治 為什麼搞到大家都無可奈何 而心裡呢 都是七上八下 不知道未來在哪裡 因為 沒有一個台灣的政治家出現 每一個都是在想 我兒子能不能選上市長 我的兒子能不能選上立委 我的兒子能不能當上議員 然後那個阿公三次幹完了現場 他在想 我兒子給他幹了好幾年現場 我的孫子能不能 這個 接我們家的這個衣駁下去 繼續幹 那我們幹嘛 當年要推翻冷清政府 封建制度有什麼不好 現在不是一樣在封建嗎 一樣在世襲 你告訴我 哪一個老百姓 好好的讀書 好好的努力 將來能夠出人頭地 三十年以前 有這樣的機會 現在 no suit no way 不可能 為什麼 為什麼不可能 是誰造成的不可能 絕對不是你也不是我 是誰 官二代的那些人 正二代的那一些人 那一些能夠貪污舞弊 能夠A錢的那些人 因為你沒有人力A錢 你也沒有人力幫官 你也沒有辦法去參選 媒體不是在你掌控之中 在他們掌控 他們說誰是神誰就是神 民進黨告訴互聯會 民進黨告訴互聯會 給錢你就何還 不給錢抓你去關你就回還 雷倩 他也是官二代 他爸爸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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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倩 你爸爸是誰啊 窝浪啊 丟臉啊 民進黨給你換個話 你乖乖的回來 準備奉獻 百分之九十互聯會的資產 那錢你賺的嗎 不是他家的 不是你的 不是你家的 你只為了想當一個互聯會的主委 反正錢不是我辛苦賺來的 我雙手奉上 丟人啊 撩連喔 賤小喔 夭壽喔 不是你賺的 花筆 花起來 比誰都更順暢 三百五十億 就這樣拿出去送給人啊 當年這三百五十億 是多少的婦女 多少的人上街頭去勸募來的 勸募的這些錢是做什麼的 當年有多少的小孩子 吃不起營養午餐 多少的小孩子讀書沒有課本 多少的小孩子 上學沒有書包 沒有皮鞋 沒有鉛筆 這是多少的前輩婦女 去勸募來的錢 是用來讓台灣九年國民交易 十二年國民交易 偏遠地區的小學 學校的桌椅黑板 少幫隊打棒球沒有智福 換來的提供的 互聯會捐出來的 錢是這樣來的 雷欠啊 雷欠啊 不是你的錢 你就這樣送出去了 什麼人不好送 你送給民主進步黨 作業基金去中國化 讓這個台灣的漢人 變成日本皇陵 你把錢送出去做這種用途 雷欠啊 你還好意思姓雷 雷欠啊 你還好意思說你是雷家的子弟 你還好意思講你老爸是誰 你敢講我還不敢聽呢 互聯會 互聯會 互聯會當時多少的裡面的幹部 裡面的主委裡面的委員 都是什麼 跟花木蘭 跟殷慈 跟女中將夫 跟梁洪裕一樣 一個比一個兇悍 雷欠啊 你今天你窩囊就算了 你把前輩子那些 那些長輩那些前輩 全部丟光呢 你還好意思講 你是為物聯會的前途著想 還好我懶得不是你的 不然我都覺得丟臉 國民黨墮落到這種地步 就算蔡英文啊 未來擺中黨擺盪理論 又擺回了國民黨 像這樣一群的廢物 像這樣一群的渦浪會 要怎樣 你們能夠做什麼 你告訴我 你們能夠做什麼 你告訴我 瓜功效益 門一打開就早兩 這樣的一群廢物 台灣島還期待你們 中華民族還期待在你們手上 互心強大 可人嗎 你不要講我還不會掉眼淚 被你一講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前途在哪裡 靠你們這些會晤還不如靠我 不罵你們兩句 我心裡還不舒服 我還說你們是什麼 英明 還是要稱讚你們什麼 偉大 還是要稱讚你們 很好的演言 很會退席抗議 還是要稱讚你們很會溝通 問兩公檢拉 還是要稱讚你們什麼 端章俗雅 我要稱讚你們什麼 你以為一隻猴子 穿上旗袍就變得美人啊 不要想太多 雷倩你絕對不是猴子 為什麼 你連猴子的樣都沒有 對不對 猴子最起碼還會兩隻腳走路 你呢 你另外兩隻腳還撐不起來了 我看連爬都爬不起來 還兩隻腳 四隻腳一直撐在地上 剛好而已 不講了 再講我會被告 可以了 好 我們待會兒 我們內部的會議溝通 所以就不對外了 謝謝大家 下禮拜見 在街上隨時 都可以看到我們 要在公園 在夜市 在任何一個人多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我們 要講 這個 螢幕前面的那個 各個分局的長官們 不好意思哈 從下個禮拜開始 可能就是不定時的 就會出現在你的轄區 希望你們有所準備 謝謝 高台貴手 對高台貴手 因為我們是 中華統一促進黨 2018參政演習街頭演講 加這個政黨法 跟貪污犯罪的組織那個條例的 連署公投書的提案 所以說這個是公共議題 請你不要隨意阻擋 謝謝 謝謝 這樣你們講下去 真的沒朋友了 嚇死人了 所有日式的人的名字 都抬出來了 那個粉絲頁 粉絲頁 粉絲頁 用粉絲頁 粉絲頁